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特朗普又再在台灣議題上加速發功 前天美國國防部宣布了一項新的對台秀武方案 這次又賣什麼給台灣呢 就是總值2.8億美元的野戰資訊通訊系統 實情這次已經是自從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第十一次對台灣出售軍火 而且還在今年的第六次 上一次是說11月3日 即是總統大選當日 特朗普宣布了要對台灣出售四架的 MQ-9無人機 MQ-9這次就貴很多 總值6億美元 其實這些軍售案是充分地體現出 特朗普對於台灣的承諾 並不是純粹口講那麼簡單 而是有實際行動做得出來 這些對台軍售案 其實就是基於台灣關係法的基礎之上 來批評 台灣關係法就是1979年的時候通過 自從台灣關係法通過了以後 其實特朗普就是歷屆美國總統當中 對台灣出售軍火最多的那一位 而且他就不是說賣過期貨次貨給台灣 連MQ-9都有出售 所以難怪為什麼台灣人會這麼支持特朗普 相反 希拉里就已經曾經被人踢爆 說他可以為了利益 去出賣台灣 在2011年的一封電郵當中 希拉里就曾經說過 說為了挽救美國的經濟 可以對於台灣問題是視而不見 只要大陸肯註銷美債就可以了 這些就是被人說他是賣台的行為 而拜登也不枉多樣 他在2001年的時候就曾經說過 美國是沒有責任協防台灣的 所以 如果是由拜登上台的話 接下來的四年 台灣的命徒都將會是很艱難 到底今次的軍售案又有什麼意義呢 根據美國國防安全合作處所說 今次軍售案的目的 就是為了向台灣 提供可移動和安全的通訊 有助於台方實現軍事通訊能力 現代化的目標 可以支援任務和作戰的需求 總之 在過去這四年 特朗普就已經賣了不少先進的好東西給台灣 而台灣方面似乎也相當感恩 在昨天 蔡英文就出席了在台北舉行的 台美日三邊印太安全對話會議 他就發表了講話 他怎麼說呢 他說目前南海日漸軍事化 威權勢力不斷違反和衝撞 以法規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台灣每一天 都籠罩在軍事威脅之下 台灣切身感受到要應付這些威脅的迫撤性 這堆說話其實是針對大陸而說的 至於台灣國防部就開宗名義地 對美國國防部表示感謝 他們就提到美國增強台灣防疫能力的承諾是沒有變 另外就說 台美將會繼續鞏固雙邊安全合作關係 維護台海的和平和穩定 可見台灣人就完全覺得 說這些東西買回來是垃圾沒用的 因為人家說明是感謝 如果人家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他肯定就黑了口臉 還怎麼會感謝 我們又看看大陸方面的反應是怎樣 先說一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他在記者會上反問 他希望台灣有一個基本的判別 究竟美國在幫你們還是在害你們呢 真是虧華春瑩問得出這些問題 至於官媒環球網又怎樣呢 他們出了好幾篇文章來嘲諷和調刊美國對台軍售案 其中一篇他們就說 台灣島內的網友 諷刺 台灣是美國軍售案當中最大的冤大頭 裡面就提到 台灣買了一大堆很貴的破銅爛鐵 同時也成為了美國最大的舊貨存放倉庫 即是說這篇文章的主調就是 在嘲諷台灣 去買美國的武器 其實就是在買一堆垃圾 爛銅爛鐵 但是 在上個月買的四架是MQ-9無人戰機 這樣也算是破銅爛鐵 大陸自己能不能夠自行生產 找到一架出來 而且還說人家是舊貨存放倉庫 如果MQ-9都算是舊貨的話 我相信台灣就不介意存放多幾架 所以 其實這些文章就真的有邏輯矛盾 一方面又反對美國對台售武 另一方面又說人家在買一些破銅爛鐵 如果他真的買了一堆垃圾回去的時候 你應該拍爛手掌才對 是不是 因為他正在屠空台灣的庫房 來換取一堆廢鐵 對於大陸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喜訊 因為台灣花了那麼多錢去買這堆東西 原來是爛銅爛鐵是垃圾 根本無法增強台灣的軍事實力 二來又可以增加台灣的財政壓力 使得他們要專注於每年都買垃圾 沒有時間發展經濟或者發展科研 對於大陸來說是好事 為什麼要反對呢 我真的不明白 你說到這麼豁達 爛銅爛鐵 然後又再看看 這個環時的總編胡錫進有什麼偉論 之前他就被人實名舉報 現在這個胡錫進 戰狼上身也不僅 天天就寫一些文章出來表忠 不知道是不是想轉移那件事的視線 他這次又寫什麼呢 他就說 特朗普政府正在瘋狂地利用 最後四十多天的任期挑釁中國 只是說頭一句 其實他就已經有一個不當預設 假設了拜登一定會上場 這個背後反映得出 胡錫進的思維模式就是 一旦拜登上場的話 就會對於中國鬆綁 就不會像特朗普那樣針對中國 所以 你說是不是中國和拜登就是利益共同體 從胡錫進這句說話都已經反映了 胡錫進還說 要堅決打擊特朗普團隊的囂張氣嫌 如果他們做出破底線的惡毒操作 我們就要不懼和他開展一場高強度的對抗 那怎樣對抗呢 他有藍本的 他就說 特朗普團隊有可能 在離任最後時刻 針對台灣問題 搞大動作 包括派入蓬佩奧訪台 甚至是特朗普本人閃電訪問台灣 宣佈與台灣建交等等 他就說如果真的是這樣的時候 我方的反應就必須要雷霆萬鈞 他說我方就必須要派出戰機飛越台灣島 並且根據情況的輕重 採取一般飛越台灣島 或者在台北超低空飛行 算是中國的主權 這樣將會是對於美台氣嫌的沉重打擊 他只是假設了 台灣的防空系統是廢的 這些就真的是創作力量和幻想會嚇你一跳 完全就是文藝創作 是幻想來的 你做不到這些事情 只是在這裡移淫 上一次已經有個美軍的亞太情報官員 坐專機去了台灣 那時候胡錫進說 一旦有美方的軍機在台灣那處升降 就要派出解放軍的戰機飛越台灣上空 那那架專機是不是軍機呢 他裝著那個軍人來的 那架專機不當軍機 什麼才是當是呢 如果嚴格來看 上次就已經走了 你這次還開這些空頭 支票有用嗎 他還說到 說我們不怕在這個時候 爆發嚴重的台海危機 讓我們的戰機飛到台灣島上空 我們將會形成反擊美台破底線挑釁的 浩然正氣 好像練氣功那樣 他採得道義上的壓倒性氣概 又是氣 今天尿到台灣軍隊 不敢對解放軍戰機開火 一旦他們開火 意味著戰爭爆發 我軍就可以立即對 台軍機場等重要軍事設施 實施毀滅性的打擊 你飛不飛到進去都成問題 是不是 胡錫進 老胡 唉 一邊在這裡說 正氣 氣概 精氣神 厲害啊厲害啊 他說對於這樣的軍事鬥爭 我軍已經準備很充分了 全國人民也必將同仇敵蓋 台灣的士氣 將會迅速討不瓦解 胡錫進未免是太過樂觀 在留言板那些大陸網民的留言 更過癮 我懷疑很多都是曲線 比如說很多人就說 特朗普一定要訪台 你們訪台的話 台灣就能夠早日解放 我覺得很多人都在曲線 在有限空間裡面擦邊球 根本上很多人都覺得 胡錫進 就是車天車地吹水不抹嘴 連大陸網民都改過 花名給他叫做 胡叼盤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